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栗子 我现在在2023青岛国际房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 在这个现场呢 我发现了一辆复古造型的这个房车啊 我现在已经在这个房车的里面了 具体是什么有意思的造型呢 稍后给大家揭晓 咱们先来看看这辆房车的内部 栗子觉得这个房车的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我现在在这辆房车的这个四人对卡座的区域啊 大家看这个对卡座旁边的这个窗户 这个造型像不像一个这个飞机舱的这个车头的造型啊 非常的有意思 并且这儿还做了一个置物台 平时咱们有什么随身携带的这种小物品在这儿都可以放一放 而且这个四人对卡座的沙发座椅呢 行车当中啊是不可以做人的 因为没有配置这个安全带 但是啊 它平时可以把这个桌板降下去 拼成一张单人床 这个单人床的尺寸呢可以睡两个小朋友 是非常宽裕的 或者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朋友睡也是没有问题的 沙发上方呢也做了这个一个U型的储物吊柜啊 储物吊柜的容积还是比较大的 并且柜子的格子也比较多 方便咱们日常储备一些咱们日常的用品 而且这款车为了增加内部的空间高度 还做了一个升顶的设计 这个升顶升起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啊 它做了这种小网子的设计啊 其实会增加这个车内的透气性 看起来美观度也比较好 厨房的操作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个面底其实赶上有些小户型家里的厨房了 而且这个设备也是比较齐全 与咱们常见的这个车内厨房不同啊 它这个是做了一个隐藏式的燃气灶啊 就跟咱家里一样 把这个小锅往上一蹲 咱们就可以开始做饭了 旁边呢 是一个隐藏式的洗菜池 洗菜池的容积也是比较大的 上下方呢 都做了这个大容量的储物啊 方便咱们日常出游的时候 吹具啊 或者是餐具的这个存放 上方的储物吊柜啊 从你的木之所及一直延伸到车尾 可以说给足了这个储物空间 我的左手边呢 是一个大衣柜啊 它一个U型的设计 完全把旁边的冰箱给包裹起来了 真的是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地方做储物啊 而且这个冰箱容积在152升 容积还是比较大的 日常储备个三四天的食物 如果是人少的情况啊 人多的话大概也就一两天 也够的没有了 尾部后置横床 这个床铺的尺寸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睡下两个大人啊 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一个大人 带两个小朋友 我觉得体型偏瘦 睡下也是OK的 而且呀 三面环窗窗户都比较大 通风性好 而且采光性也不错 卫生间的空间呢 如果说一个人站在这儿洗漱啊 空间还是挺宽裕的 而且常规的设备也配备比较齐全 一个合适马桶 还有一个这个不锈钢的洗手池 上面也配备了这个梳妆镜 还有这个顶制的吊灯 排风的这个小窗户 都有配备啊 满足一下日常的这个洗漱的需求 如色的需求都可以搞定 而且这个车的贯通性非常好啊 大家可以看 我从那头走到这头 完全没有阻碍 给大家巴巴了那么多啊 相信大家很好奇 这到底是一辆什么样的车了 现在给大家来揭晓 那么这款车呢 是来自阿纳塔尔的一款拖挂式房车 前方也用的是艾科的这个拖挂轴 整体的这个设计呢 非常的有科技感和复古感 而且车身是铝制的车身 并且采用了一个太空银的配色 配色非常高级啊 而且造型上看起来像一个太空舱 感觉住在里面就跟住在咱们这个太空舱里一样 整车的长度呢 6米25宽度2米01 高度在2米27 当然是不加这个升顶的情况啊 那么这款拖挂房车的整备质量是1400千克 需要2.0T以上的这个牵引车来牵引 当然了这个驾照就需要C6或者是A2的驾照来驾驶了 而且您的牵引车需要有牵引自制 车身上方呢也配备了遮阳棚 这样咱们如果说出去在外露营的话 天幕不就有了吗 就不需要咱们额外再搭建了 下方呢还有一个镜面的大轮毂 看起来也是复古感十足 美观上也是比较好看的 在这个轮胎的后方呢 增加了一个移步器 这样方便咱们说如果这个车 要是往车库里的到的话 就不用说用牵引车拉进去了 直接电动操控就可以了 那么这款拖挂房车的水电配置方面呢 水上给大家配备了120升的清水 还有70升的灰水 18升的黑水箱 电的方面呢3000瓦的逆变器 配备了300安时的胶体电池 还有500瓦的太阳能 水电方面呢 还是说能够满足咱们日常出游使用了 那么这么一款造型奇特 并且空间上比较贯通 也比较大的车呢 实拍车型目前的指导价格是19.98万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要知道更多的房车资讯 敬请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啦